曾是厌恶农士的农家子弟 农村逃兵陈美铭 他一心想离开盛产水果的彰化普新 逃到台北念书 工作 成了跟很多人一样 为生活忙碌打拼的都市上班族 直到父母年迈 生病 他终究还是选择放下一切 回家接手妈妈的五花果园 他用了更天然 友善土地的方法 更与母亲留下的果园 也让自己在人生转弯时 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 这个品种我们品种是波鸡红 那波鸡红的话 顾名思义 它就是很红 红到这个会变 如果全手它变紫色 这个大概有四两左右 这一颗四两以上 好大颗 我们最高的记录曾经六两次 这边有两颗 柴果的时候我们都会选择在 摸起来触感有一点软软的 然后大概在七分或八分 七八分手的时候再来采它 曾经陈美名是为了家庭拼搏 在大城市里忙到每日每夜的上班族 现在它是个生活甜淡的果农 在彰化普新老家的正在土地上 专行种植市面上少见的五花果 这一颗果已经成熟了 所以可以采摘下来 那采摘下来的话 它这个乳汁 白色的 它就是酵素 其实它的营养成分 这里面是非常营养成分 如果说生物科技那边 它是可以拿来做精粹的 其实无花果它是影头花絮 所以我们吃到的是整颗果实 其实是它的花 并不是它的果 它里面的花 择开来看可以吧 它里面的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吃到的是它的花 无花果的花开在果实里 紫红色的外皮切开后 露出一丝丝晶莹剔透的 粉嫩花朵和蜜汁 松软甘甜 散发有如水蜜桃般的甜美香气 营养价值是非常高 应该算在它的 在水果界上来讲的话 它的营养价值 它有18种氨基酸 因为营养价值高 无花果在欧美被称为生命果 但它天生娇贵 怕水也怕碰撞 要把它种的好吃并不容易 前些时候 陈美明的果园 才因为蚝雨淹大水 好多代收成的果实 都受了水伤 这一颗果 是因为最近下大蚝雨 所以它的水分积了太多 那结果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这个果 我们也不能浪费掉 我们可以把它采起来 做果酱 或者是做酵素 这个果已经长不大了 软软的 它的果是软的 它已经摸起来就是已经没有生命的感觉 农民看天吃饭的无奈 陈美明从小就有很深的体悟 之前看到妈妈务农那么辛苦 像天灾 台风天灾那些 就是会造成非常大的损失 甚至一整年的成果都没了 都化为无有 所以我觉得做农真的是很辛苦 没有保障 真的是没有保障 所以高中毕业后 他就急着脱离农村的生活 决定北上读书工作 后来定居结婚生子 在台北生活了三十几年 压根没想到 有天自己会愿意放下一切 返乡务农 接受妈妈的果园 因为妈妈那时候已经生病了 那需要人家照顾 所以我就是把工作放下来 先把工作暂时先放下来 然后就是回来照顾妈妈 那没有想到妈妈 跟我缘分太饱了 就没有几年就走了 我觉得妈妈是很有智慧的一个长者 她已经事先已经安排好 她不希望我在上台北 她希望我 她觉得说她如果不在的话 我可以继续照顾爸爸 所以她就是没有经过我同意 就是先把家里面后面那一颗 老五花果的汁捡一捡 然后擦汁之后 然后让我种下去留下来 就是整理这一片 妈妈把对女儿的爱 永远留在这园子里了 要陈美铭用心照料 她留下的五花果 但刚开始的那几年 人是回家了 心却还没有 因为做不了 然后遇到问题 然后很累 因为太热了 其实还不大能适应这边的 太阳太大了 还不大能适应这边的气候 太热了 你们看我流了满身大汗 一身汗 繁杂的农士像是练功 要练出甜蜜的果实 也练自己的耐心 像这个侧芽 我一个礼拜以前采的侧芽 然后下了一场雨之后 一个礼拜之后又这么长 所以我一直在采侧芽 就是一直循环不断 一直在采侧芽 一直好像都采不完 对 所以它其实蛮野生的 长得蛮快 因为果实要营养 那我如果说把它留着的话 它会分支出去 那果实的营养就被吸收走了 所以我必须就是一株这样子 长长下来的话 我不能让它有车枝 有车枝在上面 这样的话它会把那个营养 给抽去掉了 先生李天宏 一直是传美名最大的支柱 退休后 他卸下忙碌的姐妹工作 现在成了别人口中的小农 却同样不得闲 不只辛苦 上班时候还比较危险 那时候时常跟我老婆讲说 上班早上出门 晚上不知道有不能回家 那是一种压力 缩押唯一的方法就是唱歌 还有运动跑步 后来退休以后 装这个五花果就没办了 因为园子里面有 多多少少都会有粉戒壳虫 或者是牙虫之类的 所以我会自己泡制这个魁服录 来消除这个牙虫跟粉戒壳虫 我们这个的话就是完全都是用乳骨的东西下去做 夫妻俩一起照料妈妈的五花果园 但没有务农经验 只好自行摸索或向老师请教 不是化肥不喷洒药剂 是他们的坚持 因为其实如果喷农药不是说是很快 效果很快 但是第一个喷的人不好 就是我老公 喷的时候他的那个效果对他的身体不好 再来一点就是吃的人也不好 所以我们是觉得说 吃的时候健康是最重要 所以我们还是选择做无毒 做事情就是凭良心 我们自己不愿意的 几所不愿意误私于人 我们自己不愿意的 不要加速在别人身上 刚采收下来的无花果 无法再室温酒放 否则容易过手 得赶紧送回家包装 冷藏保鲜 我每次都要一颗一颗起来看 看里面有没有 又下过雨怕坏掉 所以我会要一颗一颗照 看它里面有没有完整 在做的时候完全 我没有想到行销上的问题 所以傻傻地种 然后当开始收成的时候 一下子爆量出来 惨了就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就跑到那个公路花园去 去卖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卖 因为从来没有这样子卖过东西 所以也不敢喊 度过最辛苦的头一两年 陈美铭现在已经得心应手 平常喜欢做料理的他 也拿无花果入菜 因为我比较爱吃这个东西 所以我会把它加多一点 一颗 两颗 三颗 我加了三颗的无花果 大颗的喔 跟苹果 凤梨 香蕉等水果 一起打成综合果汁 不只能喝到果粒纤维 还有最自然的清甜味 最适合夏天品尝 就把它切成这样子 一小片一小片 这是苹果 弄几个下去 和苹果 凤梨 生菜 或是果干 坚果 一起简单摆盘 再淋上千岛酱 就是最简易的水果沙拉 天然的水果甜味 不过于甜腻 吃来清爽没有负担 因为它本身有甜度 所以我们不要选太熟的 掐头去尾 把它切一片一片的 无花果不只有甜味 还含有丰富的酵素 果实和嫩叶拿来炖煮鸡汤 可以软化肉质 加了无花果和嫩叶 一起炖煮的鸡汤 有着淡淡的特殊果香 不需多余调味 就有自然的甘甜 甘于回归平淡 陈美鸣很享受 回归田园后的生活 现在的怡然自得 以前他从来没想过 自己能够拥有 以前的工作是真的很忙碌 因为我三天两头就要出差 然后整个几乎台湾走透透 然后开车 所以那时候 吃饭方面是非常的不正常 然后作息也不正常 其实我在北部上班三十几年 其实我赔了健康 那回来之后我赚到了健康 然后走到田里面去的话 走到果园里面去 会看到那些树长得那么高 我会想到 这个就是妈妈亲手栽种下去的 下去的果树 当初因为妈妈 陈美鸣深入研究无花果 现在她想为自己 也为更多消费者 继续做好这件事 虽然人生转了个大弯 但她也从中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 大家好我是凯纯 还喜欢我们的影片吗 请帮我们按个赞 或分享到脸书支持我们哦 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帮我们订阅 并按下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